世界各国的都市传说,大家听过几个? 云顶高原肯脑女鬼 马来西亚上的云顶高原Jenting Highlands,远近驰名,那里有马来西亚最大的赌场,不少赌客都会去那里试试手气,不过赌博本来就有赢有输,输到倾家荡产甚至跳楼自杀的,大有人在,倒是有不少传言认为云顶高原, 云顶高原有某些饭店养了不少小鬼,他们会去怂恿房客去赌场赌博,并且逢赌毕书现在的这个故事也跟赌博有关,故事说的是云顶高原的肯脑女鬼,话说,在马来西亚当地有一对年轻夫妇,他们跟许多人一样到云顶玩,这时先生想,都到云顶了总要去赌场试试手气吧,一开始先生赌运很不错连赢了不少吧, 所以玩得分外投入,直至半夜两三点时,老婆才发现先生已经输到连住一碗饭店的钱都没有 两人感觉到一阵后怕,连忙半夜开车下山 结果开到半山腰的时候,车子突然没油了,两人等了一阵子,那时已是三更半夜,往来几乎没有半台车,四周也没住家,先生就叫妻子乖乖待在车上,他自己则下车去找救兵 后来待在车内的妻子觉得有点困,便小睡片刻,也不知道睡了多久,他突然觉得车顶上有东西在动,然后传出咚咚咚咚的声音 在这个紧张的时刻,妻子突然发现一台警车缓慢地开过来,然后停靠在他的不远处 警方用货音器要求车内的人赶紧离开,而且过程中千万不能往回头看 这时因为先生还没回来,妻子只好先乖乖地移动到警车上,当好不容易上车后警方随即加速离开现场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妻子透过后照镜发现,有一个身穿白衣面容猙獰的女鬼正在自己的车顶上啃咬着一个人头 事实上云顶高原的啃恼女鬼真实性有待查证,至少网路流传的新闻报道不曾出现过 但大马的人以及当地附近的居民几乎都知道这件事,据说所有人在行经这处事发地点时 不管发生什么事都绝对不会下车开ROCK鬼魂之路 新加坡张仪医院建于1930年代的旧张仪医院已被废弃20多年 这座建筑物曾是军营,后来在二战期间被日军用作医院 很多战俘在这里被折磨致死,导致阴魂不散,是传说中本地闹鬼最凶的地方 据说二战结束后,在这里犯下种种罪行的日本军官被就地处决 而无数丧命与此的冤魂似乎也舍不得离开 因此各种各样的闹鬼事件开始从医院传出 从1940年代末,医院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听到奇怪的声音 尤其是在夜晚,若隐若现地哭嚎生鬼魅般地涌入脑海 始终挥之不去,未完待续 台湾红衣小女孩,一个家族联媚出游 在台中市北屯区大坑风景区山上郊游时以TV拍摄影片 其中一个人于游玩后病故 检视影片中一名红衣小女孩站在那位病故者后方 成为知名灵异故事 2015年改编为电影红衣小女孩 1932年白木屋火灾 1932年12月16日,东京白木屋百货公司发生了大火 14人丧生 当时有新闻称有很多穿着和服的女售货员走上大厦顶层天胎逃生 有些人因为担心被吓面的人看到裙下春光传统上穿着和服时不穿内裤 拒绝跳落消防员张开的救生网,最终被烧死 此传闻甚至引起欧洲人注意 盛传大火之后,白货公司规定女员工在和服底下一定要穿着内裤 和服底下穿着内裤的习惯从此就开始在日本流行起来 日本民俗及建筑学教授景上张一否定了上述说法 声称女员工为保体面而宁愿被烧死是空穴来风之谈 不过此都市传闻在流行时装参考书籍中非常文明 甚至在消防局的印刷品都出现过 纵使没有什么真凭实据 不少日本人仍认为白木屋大火是日本时装转变的催化剂 使日本女性开始穿着西式内裤 影响到日本整个时装文化 印尼英灵2U英灵是出生时死亡 或经由堕胎死亡的胎儿 当他们被埋葬或扔掉后产生的某种意念 他们通常是婴儿的外观 没有头发 皮肤通常呈现绿色 尽管有些人声称看到了银色的皮肤 他们虽然是鬼 但仍然还小 他们喜欢玩耍和拿东西 当地人深信英灵会到家里偷钱 如果不想破财则有简单预防的方式 据说英灵喜欢跟小螃蟹这类的小动物玩 他们会非常着迷而忘记偷钱 另外根据一个众所周知的迷信 如果金钱或珠宝不断从你的房子里神秘消失 那么你可以在你的钱财下面放一些针 因为英灵会害怕被针刺伤 而自动退避 泰国 古曼童空曼藏 真正的古曼童起源于一种死灵法术 他们来自于私产的胎儿 经由一些仪式 这些尸体被制成的干尸 由于这些孩子缺乏轮回的条件 经过一些僧侣的祝福 能帮助他们清理业力 但掌握他们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供养他们 你必须将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 提供食物和玩具维持他们的开心 如果他们不开心 一些离奇古怪的事情 会让你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尽管如金鼓曼童被玩偶广泛取代 但相信玩偶可被注入孩子们的精神 当人们随着他们的心性 所求的事情将很快被达成 马来西亚 鬼电话 046461234 传说播这电话号码会听到一个女孩说再见了 而且打通是不算电话费的 如果去查这个号码 目前是没有人使用的 有个网友打了这通电话听到声音 以为是恶作剧 但是经过他查证后 发现很多人都说听到这个声音 然后自动断线 于是他请他朋友拨这通个电话 听到同个声音却不同内容 像是来陪我吗 之类的 新加坡 虎豹别墅 虎豹别墅是一个关于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主题公园 但这里并不只是展示中国神话的地方 其生动的雕像 以及著名的十八层地狱 这些鬼故事的传说困扰了虎豹别墅几十年 有传言说一些雕像其实是覆盖着那的死去的人 而就在主题公园内的一个小山坡上 有一些雕像被废弃多年 那里的老员工称 这些雕像都是由流浪的灵魂所附体 听那里的保安人员描述他们会经常听到的那些被惩罚的雕像们的哀嚎 天线宝宝玩偶 据说这些不装电池的玩偶摆在书架上 储物柜里 晚上经常会讲起话来 似乎是要勾起主人对他们的兴趣 大人见状 纷纷一口咬定 这些肥头大脑 富有喜感的小东西 邪恶 全隐藏在朴实的外表之下 是恶魔的化身 炸鱼饼阿姨Maxi Kaira Park 从前在乡村里 总有很多马来族阿姨Maxi开家爱户都受自制的炸鱼饼Kaira Park 所谓有这么一个老太龙中的阿姨 跟大家一样 总在黄昏时四处敲邻居的家门 却怀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坊间流传若知道是他 绝对要退避三社 睁开了门 也要立刻买下几袋炸鱼饼 不然他会招引一只嗜血的Pontianak 及男产而死的孕妇化身吸血鬼 入侵家里 网络谣言 随着网络的盛行 许多都市传说从口语 新闻传播走进了电子邮件 与讨论区 也被称为网络谣言NetRumor 进入网络之后的都市传说 生命周期可能更短 但也可能在很短的期间内部演变出不同的变形 而最适合的版本 则将不断流传下去 与都市传说不同的是 网络谣言中参杂副本的恶作剧 及恶意攻击 但企业网络意识及危机管理能力的增加 这样的恶意攻击已经逐渐减少 生命周期也不长 谣言一 麦当劳番茄酱密码 麦当劳餐厅的包装番茄酱上的数字 是代表番茄酱的酸度 可口可乐的酸性会侵蚀牙齿和消化道 将可口可乐倒进抽水马桶内 可去除顽固的污渍 可口可乐公司有员工投诉 有员工调入制作饮料的机器 而工厂浑然不知 还利用其中尸体水制作饮料 卖到市面中此一谣言之事主 亦曾被多次替换成其他饮料商 日本航空123号班机空难时 由于航班在发生事故 置坠机之间有相当长的时间 不少乘客都把握最后的时间 拿出纸笔写遗书 而搜救队在坠机现场 也确实发现不少写满字的纸张 事件发生后一段时间 就开始广泛流传 指航空公司会在遇上空难时 发放遗言之与乘客 马来西亚航空370号班机空难 而发生时 社交网站Facebook疯传令一宗流传已久 名为泛美航空914号班机事件 指曾经有到格拉斯DC-6型号的泛美航班 穿越时空隧道35年 但实际上并无此班机 谣言 也只限于中文 流传已十年之久 同样马航出世 荷兰网于2014年3月29日 预言座马来西亚航空17号班机MH-17 要留好遗嘱 加上多其与其有关的数字巧合 引起热议 但网荷兰之马航航线 也只有此线一条 消息不攻自破 地狱电话 据说半夜零时整 用电话拨打12个或7个7或0 可以打到18层地狱 这个传说在1980年代初期一传播到香港去 未来的老公 在半夜对镜子削苹果可以看到自己未来的老公 本则传说发源的不明 台版翻译早年的日本恐怖漫画多数有描述本故事 故常被人误以为是台湾本土故事 闹鬼场所 民雄鬼屋 台湾最知名的鬼屋 不过因名气太过旺盛 现已成观光圣地发展为小型商圈 辛亥隧道搭车女鬼 位于台北市一条有着许多鬼故事的隧道 25书女墓 位于高雄市骑金区 1973年 一艘开往前镇区的民营杜伦高中6号 因故反复沉默 造成25位加工出口区女工死亡 又因台湾传统认为单身未嫁女性不能列入祖先牌位 高雄市与家属及地方人士协调 决定将她们合葬 从此之后 该地灵异传言不胜美举 本地人大多惊而远之 换脚的铜像 蒋公铜像会动 蒋介石的骑马铜像 常做跳跃状 相传桃源慈湖灵寝外的铜像 在夜半时 马会将原本抬起的脚放下 改抬另一只脚 文大鬼故事 据说在文化大学大人馆内有许多鬼魂徘徊 并有校区内的大典馆员设计 为八卦镇镇压鬼魂 但因失误盖反昭致冤气聚集的传闻 军营鬼故事 国军许多部队常有营区内的鬼影传说 主要内容围绕于在营区内某个位置意外 或自杀死亡的官兵形成了的复林的状态 北夷公路灵异事件 蒋渭水高速公路雪山隧道尚未开通时 往返台北夷兰 只能走为二两条路 其中一条就是北夷 北夷崎岖 早期整条路只有两盏路灯 入夜黑暗 杳无人烟 有些驾驶赶路或贪快 送货司机 或飙车足呼啸而过 往往发生交通意外 虽然早已拓宽工程 也有设立更多路灯 不过直至今日依然被视为恐怖路段 不少人则避免行经北夷 北夷相关鬼故事不胜枚举 使得这条路蒙上一层灵异阴影 2020年6月21日纽约时报 卡加洛金根据太阳报报道 有网友在推特上宣称 现在使用的格里利是从1582年开始使用 而在那之前使用的是如略利 由于如略利和格里利一年有11天的误差 经过438年的累积 误差越来越大 格里利的2020年6月21日 实际上是如略利的2012年12月21日 因此从当时的如略利来看 这才是末日的正确日期 而有鉴于近期疫情严重 国际形势紧张 很多网友都觉得似乎很有道理 事实上 NASA早就打脸过所谓玛雅的末日预言 而这个预告时间 也早就不是第一次延后 该预言最早出现在2003年5月 预测失准后又宣称是2012年12月 从这时候开始玛雅预言才开始被真正提起 在这之前都没有类似说法 PTT玛雅文化研究者玛雅们也曾指出 玛雅的文明观世循环的 并不太有所谓毁灭的概念 也没有任何文献记载 玛雅人曾预言世界将会毁灭这件事 2017年5月13日 奥拉西奥维勒加斯维勒加斯声称 由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加剧 2017年5月13日将爆发核战 他还说 这个日子恰好与法蒂玛圣母显灵的100周年 2016年7月29日结束时间预言 And Time Prophecies来自YouTube频道 结束时间预言的病毒式影片声称 世界将在该天结束 他们预测 地球将经历一个极地翻转 这显然会使地球的大气层被拉到地面 因为地面像真空一样卷曲 导致了一个滚云来覆盖地球 他们还声称将会发生全球性的地震 2014年4月至2015年9月 对约翰哈格和马克比尔兹 马克比尔兹所谓的血月预言 由马克比尔兹在2008年首先预测 然后由约翰哈格在2014年预言 这些基督教部长声称 2014年和2015年的四分之一 具称代表圣经中提到的 关于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的预言 2013年8月23日 格里格里叶飞莫为奇拉斯普经 拉斯普经预言 这一天将发生暴风雨 火灾会破坏土地上的大部分生命 耶稣基督将回到地球来安慰遇难者 今天就说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不要忘了订阅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